打倒野田佳儀 打倒野田佳儀 強烈抗議日本政府 工聯會成員由行至日本駐港領事館 提交請願順 抗議日本政府將釣魚台收歸國有 代表在一個釣魚台的模型上 插上中國國旗 象徵反對日本侵害中國主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 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是一場政治show 嚴重挑釁中國人 他要求中央政府應該向入方提出強烈抗議 我們也都強烈要求 特區政府是必須就像 日本政府公然侵犯我國神聖領土 是表達香港市民的意見 反映給中央政府知道我們的憤怒 因此我們要求中央政府 亦要採取有力有效嚴厲的措施 和日本政府進行交涉 要求它撤回所謂國有化的謀論 代表要求野田下台 以及日本政府道歉 其後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派員接收請願信 請願人士之後和平離開 好, bye 好, bye